字幕君 李立勋表一貞主演的韓劇模範計程車 講述地下秘密計程車的公司彩虹運輸 替一群無法受法律保護的受害者們進行復仇 第一季開幕後創下不俗的收視率 受到大批觀眾的喜愛 而近日推出第二季之後 第一集的收視率就高達12.1% 緊張的劇情讓人大呼過癮 主演們日前出席記者會時 男主角李立勋被拍到身形比上一季更瘦了 還沒推測可能是因為戲份重 再加上第二季的動作場面 比第一季來得多因此才會越拍越瘦 對此李立勋透露 在劇中有許多奔跑戲份確實瘦了不少 也深刻體會到拍戲的辛苦 雖然很好體力也很累 但他很享受也很期待 將有趣的作品呈現給觀眾 更開心表示願意接拍第三季 令居民們聽了超興奮 好可憐 好可憐